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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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興能來參加這次全球無人機開發者大會 也非常開心能夠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是誰 我們在做什麼 還有我們跟Lupilot的關係 RF Design是一個澳洲公司 我們在2008年 我們在製造、製造、製造、電腦 和電腦機器 而這次的地方 會更加重視於 雖然的系統和雖然的廣東 RF Design公司 建立於2008年的阿娜利亞成立 然後我們現在做的主要有設計、製造 以及集成機子產品 然後這些都主要用於無人機產品 所發展展的水平 所以在製造,製造、製造、製造、電腦機器 所以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介紹一下Nupaya的通信系統 以及我們現在所考慮的一些無人機天線和一些典型的傳統的問題以及新的科技 無人機通信系統是一個非常寬闊的領域 所以包含了許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需要包含很多不同的概念 比如說像這種較高的傳輸速率通常用於視頻或者是官民的數據傳輸線路 最重要的是你能夠得到很多資料 但問題是他們基本上是限量的 較高的傳輸速率的特點在於它可以通過它得到許多的數字信息 但它的缺點在於它的傳輸距離較短 在右邊的角度有個 간단的例子 有一個人的產品產品 一是PVT 一個是PVT 一個單位的單位的傳輸速率 另外一是 SkyMAPA PVT 上的這兩張圖片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比較典型的 我們製造出了較高的傳輸速率的產品 對於中等的傳輸速率來說 通號裡面的這些就是我們現在用於中等傳輸速率的一些技術 它的特點就是它的傳輸視頻較低 它的優點就在於傳輸距離較長 對於較低的傳輸速率來說它的特點就在於跳頻頻段較長 而且擴頻更高 它的特點在於輸傳更加簡單 比如說像位置數據 還有就是傳輸距離也就更加了長 可以達到50到100千米就是最長的 所以這個項目的重要是有不同類型的連接 有不同類型的使用 所以依照你需要的數據 你可以選擇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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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每個電台都有一個電台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講一下數傳天線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講一下數傳天線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天線產品,天線鏈性 所以,基本上,人們可以看到的電腦上的電腦 是Vonopole type的電腦 第一個我想要講的是這種單極天線 Dipole antennas 偶極天線 Slot antennas 縫隙天線 Blade antennas 以及彈性偶極天線 And customised antennas This is a flexible 9-hole, for example 不好意思,剛剛跟大家說說 先講到上面的那個頁片 然後下面講到這個單性偶極天線 And generally when you use antennas You need to consider how they're used They need to be used in the correct way 通常當我們想到天線的時候 我們需要考慮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去使用它們 所以就會有不同的選擇 So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as an antenna designer And antenna engineer as well Is that people do not consider the ground playing of an antenna So一作為一個從事天線方面的工程師 我們需要考慮很多其他的因素 So from this slide There's a brief note under each antenna So a monopole antenna meets the ground A biopole antenna does not meet the ground 所以對於這四種不同的,像單極偏線它需要對地面有依賴性,而偶旗偏線也不需要 風氣偏線也不需要對地面有依賴性,還有就是盤線偶旗偏線 所以天線這種東西可以做得非常好,或是非常不好,所以它會更好做得非常好 所以天線這種東西可以說是很極端,它可以做得很好,但也可以做得達到很不好的效果 但我們最想要的當然是讓它達到最好的效果 其餘下的考慮是空間的位置 關於天線的安裝問題,我們需要考慮它的地點,需要考慮周圍的環境 是否可以平避,是否會有噪音,以及周圍的環境 所帶來的這種免疫程度 其他考慮是反應 反應是反應 反應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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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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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想到這種地面的情況 遭遇到兩次化的時候 我們會有不同的 例如水平排布、垂直排布 還有混合的排布 另外一個重點是 是分別的 分別的就是 分別在空間的空間的空間的位置 和分別的空間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有 空間的空間的空間的空間 這就是 空間的空間的空間的空間 or and or polarization diversity which means the antennas are rotated in different orientations 另外一個就是多樣化 在這方面我們需要 考慮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空間的多樣化 也就是說 當處於不同的位置 還有一個就是 兩極多樣化 也就是屬於天線安裝的方向不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圖片像的這架飛機 這架飛機 大家應該之前也見過 非常地出名 好嗎 好的刊子 在這架飛機 可以保留在 空間的空間的空間 可以保留在空間的空間 這位是 我們可以保留在空間的空間 屬於天線安裝的空間 這架飛機最大的特點就在於可以把它的配線安裝於它的機翼部分 或者是它剛才指到的這檔的垂直的部分 所以考慮到這個天線的問題,它對於在無人機裡面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技術 所以我經常看到的問題是,盆栓是在一個坦白的位置 這樣會被鋪圖鋪圖鋪圖 例如,肩膜的腳在中間會有比較低的位置 接下來我要說到的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放天線的位置 比如說會屏蔽於機身,比如說在飛機的起落架之間 還有一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第二張圖片 把天線放於碳纖維的結構之內 雖然這樣的放置看起來很好看,但是對於天線來說效果卻不太好 所以,為了用碳纖維的方式是,人們通常會有瓶層的建築 所以,即使是一個碳纖維的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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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纖維的板 所以,通常會造成玻璃纖維的板、碳纖維的板、碳纖維的板、碳纖維的板 過程纖維較高、碳纖維等肉還有遮盧纖維的板、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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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的板 。 另外一個是照聲偶爾 、碳纖維的板、碳纖維, 因為通常如果放置於計算機周圍會造成造聲吼合的現象 所以當然會造成天線接收會變得很差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放置在多機線附近 所以電腦機會造成對於控制系統的影響 總的來說對於天線的放置點位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地面控制站 我們有很多種比如說像前方向的低增翼的還有前方向的高增翼的 還有第三張圖片的單位天線 所以選擇正確的電腦站在地面上是很重要的 旁邊的電腦的電腦 就像名稱指定在每個方向的電腦 除非正確的電腦 在每個方向的電腦 所以需要考慮它的位置 以及提升到將天線的控制站使用提升到最佳範圍 其實有一點興趣的效果是 就是磁線的磁線的磁線 所以跟磁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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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線 磁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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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線是很大 所以有一個我想著重提的就是這種全方向高鬆翼的地面控制戰天線 所以我所指定的方法是 最好的方法是 最好的方法是 所以跟一個三方向的方向的方向的方向 那是低的方向的方向的方向 你會有很大方向的方向的方向 因為這種全方向低增翼的天線會造成 覆蓋的範圍會較大 相對的全方向高鬆翼的範圍就較小 所以聽起來全方向高鬆翼的天線聽起來是很好 但它的問題就在於它的覆蓋面會增加 所以經常需要考慮更多的因素考慮得更多周旋一些 所以地面控制戰天線這種可以做到很好但也可以做很長 下一個我需要講的是列路預算和列路頻率 下一個我需要講的是列路預算和列路頻率 大家可以看到PVT上下面的這個圖表 大家可以根據它剛才手指的順序來看一下這張圖 首先我要說的就是自由空間路徑損耗 就是考慮到距離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飛尼爾站 就是GCS平線的高度問題 第二個就是飛尼爾站 就是GCS平線的高度問題 第三個就是飛尼爾站的高度問題 第三個是本體噪聲 所以這個就考慮到天線的定位 它可能是在地上也可能是在空中 第三個就是接收機的高度問題 第三個就是接收機的靈敏度 第三個就是接收機的靈敏度 所以我們需要考慮的就是 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我們要講的就是 最後一個我要說的是 進行增益 所以我們具體的去考慮那個數據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考慮的就是 我接下來要講的這些數據問題 首先我要講的是這種中等的傳輸速率 這種中等的傳輸速率可以獲得較低頻率的視頻 還有就是在樹莓拍上面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展示 其次可以使更新頻度更快 從幾年前開始我們跟R2Pilot一起合作 也是我們的主要內容就是做和R2Pilot的集成產品 所以我們跟R2Pilot一起合作 我們可以跟R2Pilot一起合作 RSSi和聲音資訊 從Modem到Modeling Telemetry Stream 所以我們跟R2Pilot一起合作 主要是關注點在於接收信號搶入指示器和噪音部分 從而使無線電數據傳輸到這種Modeling Telemetry Stream Modeling Telemetry Stream 數傳流中 這個好處就是在於它是一種近乎透明的系統 無論是地面站或者是地面控制站的用戶 都可以直接看到 我們這種設計也是十分的簡單 當用戶收到這種產品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插上就可以直接使用 然後我想說的是和地面控制站這種集成 都可以使配置和固件都得到更新 所以這一點我要特別感謝Marco 我們在工作上的其他產品 是一個新的產品 叫做TXMod 另外一個我想要說的就是 我們的產品是發射調製信號 這個產品是一個JR系統的系統 這個產品是一個JR系統的系統 製造進去一個Tranus 或很多OpenTX系統的系統 它使用860-900MHz 它使用860-900MHz 它使用的是JR系統的模塊 然後數據電路大概在868-900MHz 我們有一個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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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產品本身含WiFi接入點可以讓用戶和地面控制站的平板或者是基本電腦達到接通 所以這部產品的控制令人做出現 現在的運動 現在,人們有核心的核心 在線上 接著網站 有引力的網站 整體緊織 用一個模式 用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 它會使用到核心的核心 所以這種類型可以使地面控制站的數據更加清晰 因為它可以和地面控制站的直接接入 所以獲取信息更加容易 所以關於這件產品我們已經完成了它的設計 關於它的發放的話我們會在後面 其他事物的興趣在於Nurvia 交通的交通空間 就是我們也做了很多裝備載動作 所以這份交通是一個合同的方向 跟客人一起參與 接下來我要說的是這個複雜的發展問題 這個複雜包括了 集中包括了Cube, GPS, SDR 4G 以及設想及NVIDIA TX1 它的特點在於 數據可以實時和移動應用 即網絡應用連接 同時它的特點就在於可以實時地合 可以達到信號傳輸以及信號的接觸 這次的照片顯示了一些發展的歷史 首先是一個証明的証明 有一個証明的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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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証明証明 大家可以看看它所指的圖片的發展過程 接下來的這四張圖片 所以 工作與Arger Pilot Flight Controller 其實在那一刻 它在那一刻 使用我們很快的功能 很快的 他所提到的下面第三張圖片裡面 就是他們和Arger Pilot的之前的合作 我們會有一個証明的証明 還有未來的証明 就是我們在未來的証明 就是我們做 RFD900X Modems Dartlink 那些証明 我們做的就是 我們未來的發展是考慮在網絡方面 比如說像集群還有使用ISINC 軟線作為裝機器 還有就是可以得到更穩固的GCS系統 這種更適合於戶外使用 它的特點就是電池的備份 太陽能充電 以及遠程控制 還有其他方面的興趣 還有其他方面的發展 有不同的電源 所以從前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我們現在考慮用更高級的這種機程來達到更好的負載效果 而在阿獨巴蘭的工作上和阿獨巴蘭的社會 以及整個EIV的空間 是因為它是一個很快的地步的地方 我想說的就是像Underpilot 還有無人機這種產品 這個行業就是總是在快速地發展 所以總是無法預測未來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想說對於我們真正的未來發展 我想說這是一個頂級的秘密 如果大家對他的講解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待會的問答環節提出你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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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